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太平洋第18号台风 那么三驼儿它已经增强为中度台风 那目前的位置点是在俄兰比南南东方 大约是270公里的地方 那因为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半径是200公里 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是70公里 所以它距离台湾是非常非常的近 而且按照它现在的途径 它是一路向着西北西的方向 预计在明天清晨5点的时候 它就会处于恒春半岛 这俄兰比南方正南方的位置点 现在的关键点就在于明天它的路径要怎么样的走法 因为明天很可能就是它的转弯的时刻 它要转向整个向北前进 那如果它是比较偏西才转北的话 对于台湾的西部整个西部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它提早转弯的话 它可能是对东部的影响特别的大 尤其是如果它沿着东部海面往北前进的话 所以它现在的这个路径图 还没有办法100%的确定 距离台湾太近了 而且它的转弯的时间点实在太难控制了 所以全台湾都有可能会受到山陀尔台风的影响 所以明天转弯的时间点其实非常重要的 当然今天已经受到了 这山陀尔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 所以今天整个北部地区 还有东部地区 以及南部地区 都是有雨的天气状况 中部地区反而现在是最稳定的 因为台风是以逆时针的方向 然后再旋转 所以它的风今天都是从东南吹过来 那对于东部地区南部地区当然是首当其冲 北部地区的外围环流 也会容易在逆时针转向的过程当中产生影响 但中部可能就这时候完全不受影响 反而要注意的呢 是在中部地区呢 会出现类似焚风效应的沉降效应 产生高热 所以呢白天包括了苗栗 台中 彰化 这几个中部地区呢 高温可能会上看36度 好所以同样都受三陀尔台风的影响 北部东部南部 由雨中部地区反而注意的是高温 我们来看这张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多云时 因短暂震雨降雨几率是60% 白天的温度是26到31度 中部地区多云到晴 降雨几率是20% 白天的温度要注意的是26到35度 尤其是苗栗台中彰化 可能会出现36度的高温 南部地区呢 降雨几率也高达50% 尤其是像屏东地区啊 那么降雨几率呢 高达了100% 所以请大家注意啊 那么白天的温度26到32度 那么这个东部地区呢 宜兰花莲台东 降雨几率是100% 白天的温度呢 是25到30度 澎湖地区也有30%的降 澎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 跟中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比较接近啊 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宜兰台东28度 台中跟高雄27度 台南跟澎湖29度 花莲现在下雨啊 目前的温度是24度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上个星期五呢 是涨少跌多 跌多涨少 道琼工艺指数呢 上涨了137点 刷盘指数42313点 涨幅0.33% 再创历史新高 但是纳斯达克则是开高走低 最后刷盘的时候呢 下跌了70.70点 刷盘指数是18119点 跌幅0.39%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7.18点 刷盘指数是5738.19点 跌幅0.12% 费城半导体下跌了93.27点 刷盘指数是5217.23点 跌幅1.76% 美股呢 包括了纳斯达克标普 还有费城半导体 上个礼拜的下跌 其实都是被NVIDIA所拖锐 因为它在这个标普啦 费城半导体啦 NVIDIA都是主要的成分股 那NVIDIA呢 受到了一个讯息的冲击 Brunberg报导说 北京政府呢 现在正透过 这个窗口指导的方式 然后呢 要求北京的厂商 尽可能就要求 这个中国大陆的厂商 尽可能不要买NVIDIA的晶片 而改买自己的国产晶片 那因为NVIDIA目前整个中国大陆的营收 还占比12% 所以NVIDIA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 下跌了2.17% 那么是七大科技公司当中 跌幅最重的 那么半导体当中呢 也都受到了拖累 台积电大跌了 台积电的ADIA大跌了 4.74% Brunberg博通呢 也跌了3.03% 另外呢 艾斯莫尔也跌了1.28%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油价的部分呢 因为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冲突 目前看起来呢 压力越来越大 所以呢纽约云有其为价格 上个礼拜五上涨了0.51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68.18美元 涨幅0.75% 拜布兰特原油上涨了0.45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71.54美元 跌幅0.63% 但是不管是纽约西德州原油 或者是拜布兰特原油 都是连跌4天之后呢 那么在上个礼拜五呢 出现了跌升反弹 以及因应中东的情势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芝加哥黄豆期货 上涨了百分之2.38 另外呢 在贵金属的部分呢 则出现了涨多的拉回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 连续四个交易月创历史新高之后呢 上个星期五下跌了26.80美元 每盎司报价是2668.1厘美元 跌幅百分之0.99 而白银的期货呢 也跌了百分之1.62 铜的期货跌了百分之0.85 把金的期货呢 跌了百分之2.64 这都狂涨之后呢 出现的拉回整理 另外呢 每一指数的部分呢 则是下跌了0.17个百分点 来到100.43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上个礼拜五呢 美国所公布的PCE相关的数字 显现出来呢 通膨受到控制 而收入跟支出 消费者的收入支出呢 就比预期都要来的成长放缓 所以呢 经济确实有放缓的压力 但最主要的呢 其实是美元 金美元对欧元对英镑都是升值的 但是呢 对日元呢 狂扁了百分之1.88 跟上个星期五呢 那么日本选出石破帽 单日首相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这个礼拜啊 其实最关注的 那么其中之一呢 就是日本的股会市 我们等一下会为大家说明 欧洲的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收入百分之五价指数 上涨了35点 涨幅百分之0.4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49点 涨幅百分之0.64 德国普兰克福指数上涨了236点 收盘指数是19,473点 涨幅百分之1.22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 是美国的经营数据啊 那么最受瞩目的 就是联准会最关注的 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物价指数 从这个物价指数里头来看呢 那么美国的个人消费的物价呢 其实确实越来越趋于平稳 它的PCE的一般年增率 百分之2.2 比预期要来的低 也比前一个月的百分之2.5要来的低 而且呢 这个年增率呢 是已经创下了2021年以来的新低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核心PCE的部分 核心PCE的部分 年增率虽然百分之2.7 符合预期 虽然比前一个月稍微高一点 但符合预期 但是就月增率来看的话呢 都只有0.1 不管是一般的或者是核心的 那么跟预期 或者是跟前一个月相比 都明显的来的放缓 尤其是一般的PCE年增率 也创了2021年以来的新低的数字 好那么这个呢 是属于物价通膨控制的部分 但是呢 在它的PCE个人消费支出 跟个人收入的部分呢 它的月增率都只有0.2 这都比预期要来的低 也比前一个月的数字来的低 所以不管是收入或者是支出 都比预期来的更放缓 这一点呢 显现了美国联准会呢 降起两码确实有它的道理 那另外一方面呢 降起两码对于提振消费者信心 似乎是很有帮助的 美国密西根大学所公布的 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呢 中指来到了70.1 这比预估的69 还有比前一个月的67.9 都明显的上升 那显然是跟降息提振信心有关 那也因为呢这几个数据 所以我们看到说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的利率期货市场显示呢 预估11月再降息两码的几率 上升到53.3% 那么降息一码的几率呢 反而是降到只有46.7% 那因为降息预期呢 在更大幅度的扩增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呢 美国的两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呢 已经降到了百分之3.562 连续四周的下跌 而十年期呢 则下跌到百分之3.751 这个呢是最近这两周以来呢 最大的单日的跌幅 但是呢一般专家还是认为呢 那么现在债券市场可以投资 但主要应该投资在三到七年期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上个礼拜呢一周而言的话呢 道琼涨了百分之0.59 标普一周涨了百分之0.62 纳斯拉克一周涨了百分之0.95 虽然说费城半导体呢是下跌的 但费半一周还是上涨了百分之2.2 就上礼拜五虽然下跌 但一周涨了百分之2.2 那么台积电的ADR呢 一周呢虽然上个礼拜五下跌 但是一周还是涨了百分之4.3 这个星期呢最受瞩目的 当然就包括了10月1号 那么各个这个全球市场呢 都会公布最新所调查的PMI 这个领先指标 另外呢礼拜五的时候呢 美国公布九月份的 非农就业报告 那么同时我们再看到 礼拜二礼拜四呢 欧元区呢将会公布 一连串的通膨数据 另外10月1号 那因为这个上个礼拜呢 陆港股涨幅非常的大 所以呢习近平 他10月1号的国庆演说 也值得观察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国东部一共36座的港口 会不会从明天10月1号开始 全面罢工啊 那么今天是最后的关键点了 那么美国国际码头工人协会呢 表示如果说没有办法达成 他们所要求的大幅加薪 还有那么这个码头的营业主呢 必须要同意限制自动化的 这个措施 如果没办法达成的话呢 10月1号开始 两万五千名的码头工人 要面临罢工 那根据这个小摩摩根大通呢 他们所做的研究估计 这个罢工如果执行的话 那么美国一天就估计呢 会损失50亿美元 而根据牛津经济学公司呢 所做的预估呢 估计每天减少45亿到75亿 那这当然对于所有的货柜运输 都产生影响很大 相关产业影响很大 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的是日本 那日本呢 在上个星期五选出他们的首相 原本呢 在日股的交易期间呢 那么第一高票的是 高市扫描 它是主张宽松货币的 但没想到下午选出来的呢 最后进入第二轮 真正选出来的是石破帽 而石破帽在货币政策上面 相对偏鹰派 所以呢 日本的股汇市啊 在上个礼拜五市 非常的剧烈的变化 在这个股市交易期间呢 那么日元对美元呢 一口气贬值到146日元对1美元 但选出石破帽之后呢 日元对美元呢 应声升值到142对1美元 升值了将近2% 另外呢 在盘后的日金225指数期货呢 则是暴跌了2410点 跌幅高达6%以上 所以今天呢 日金225指数上个礼拜五 还涨了2.32% 但盘后的期货呢 跌了2400点 所以呢 今天呢 日股呢 是很重要的观察点 不过日本的这个石破帽呢 准首相明天就要上任了 他在周末的时候呢 接受富士电视台 以及NHK的专访 似乎要去信心喊话说 呼吁央行呢 要继续的维持宽松货币政策 能不能解除市场的疑虑 是一个观察点 另外呢 他10月9号 他根据日本产经新闻的报道 他最快10月9号会解散国会 然后10月27号改选 那另外呢 我们再来观察的是中国大陆 在上个礼拜呢 推出的股汇式的一些相关的 一些刺激政策之后呢 上个星期 包括了新兴市场狂涨 以MACI新兴市场呢 那么股市一周涨了7.05% 这涨幅远超过世界指数 也超过了标普 这个今年以来 9月以来 9月以来呢 涨了7.05% 远超过世界指数 以及标普9月以来 涨了2.6% 而且他的会市 以及债市都是上涨的 那么另外呢 上个礼拜五 中国人民银行呢 宣布即日起 那么落实降准跟降息的政策 这个消息呢 刺激陆港股呢 在上个星期五 继继继继续的狂飙 那么上阵综合指数呢 上周五呢 继续上涨了2.88% 深圳城市呢 也大涨了6.71% 香港恒生指数呢 上礼拜五也涨了3.32% 这让陆港股呢 上周的涨幅都超过了13% 那么上阵指数呢 那么上阵指数呢 这个涨了12.8% 香港恒生指数呢 一周涨了13% 好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呢 连续6个交易上涨之后呢 上个礼拜五 开高走低 最后下跌了 36点 跌幅0.16% 那么收盘指数 22,822点 23,000点得而复失 不过呢 三大法人同步都站在买方 外资呢 已经连续买超7个交易日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